这个图表是帮助各位理解的 我们来看这里的果分疾病跟异常 我们也把它做切割 那但是我们的医学 确保异常也当疾病 他们检查出来包括异常的指数 比如高血压 糖尿病这些 还有异常的肿瘤 子宫基础 他们都认为 都把它当做要处理的 那我们认为这个异常跟疾病的症或状是无关的 只有我症或状我们才承认 这是医学要解决的 其实几千年来中医的发展 它只有解决疾病的症或状 几乎不处理异常 我用几乎啦也不敢肯定说 中医没有异常的概念 那大部分就是要解决疾病的症状 而且以前也没有仪器 根本看不到体内的这些异常 甚至异常指数也没有仪器测出来 也不可能知道 那是西医出现之后就有这个异常 那这个异常跟疾病 在我一路做下来确定 他们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我把它做这样的切割 但是都是有体伤跟热能不足造成 譬如我的白头发 是什么造成的 有没有体伤 我有没有体伤 认为我没有的举手 我看一下 好 我没有体伤 竟然长出果来 我等于我没有因 就能生出果 没有妈妈 孩子就能从石头放出来 这个你们认可吗 没有啊 果一定不可能凭空而生嘛 一定要有一个因 所以我有这样的果 异常老化的果 那显然我有没有因 有啊 那我的因是什么 头部有体伤 还有热能不足的问题 所以我只要你们帮我揉头部 我还是会痛的 那显然这个才是老化的因 所以两个都是因 但是两个也 两个果都是体伤引起的 但果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好 那体伤跟热能之间就有 彼此互为影响的关系喔 好 比如你有症状了 那确定一定有体伤 那为什么我们按完还要温敷呢 因为体伤之后 身体会自动想修复它 必须动用更多的怎么样 热能 所以体伤严重 热能就要消耗更多来修复 所以体伤会影响热能 同样当你压力啊 情绪 情绪低落啊 沮丧啊这些 长久下来 这个会不会影响热能 我们刚刚讲的盐会影响热能 那热能影响久了 会不会影响体伤 会啊 很明显的 像我早期年轻的时候也谈过恋爱啊 那每次思念的时候就很痛苦啊 那痛苦就怎么样 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那睡不着就是不是症状 失眠算不算症状 算啊 症的功能混乱啊 那继续下去竟然身体就怎么样 瘦了一千了 那我说暴瘦下来 就是属于症的怎么样 体力虚弱 那你看 从症的功能混乱到体力虚弱 那盐是从哪里来 就是热能引起 那表示热能会不会影响体伤 会嘛 我亲身经历 所以我就知道 体伤跟热能原来是怎么样 互为影响啊 所以为什么原始点按推完就要温敷 因为它彼此互为影响 你解决体伤必然还是要解决热能不足的问题 我现在就会有点准备 我现在就会有点准备